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的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涨96点 奇怪了 这边打仗了 这边股市还反弹了 台股昨天大跌461点 跌2.55个百分点 这就已经反映了 美股也是 美股昨天开盘其实跌很多 跌非常多 一直道琼下差了700多点 那都跌两个多percent 道琼跟NASDAQ 但今天早上起来看 一怎么道琼还小涨了92点 涨了0.28个百分点 NASDAQ更是大涨436点 涨了3.34个百分点 那整个上下震荡 下下震荡可能7-8个百分点 可能之前也跌深了 像苹果 像脸书 脸书已经跌了快跌了一半 这么一段时间以来 昨天一度跌破200块美元一股 多的时候好像三四百块 所以美股的变化是很剧烈的 所以当然影响了台股 台股现在涨114点 欧股反应比较慢 欧股就讲 因为它跟美国有时差 英国 法国 德国都大跌了 都跌了将近4% 将近4% 因为它收盘的时候 它没看到美股又涨上来了 2月25号今天 大陆冷气团比较弱一点 早晚天气还是冷 不过白天气温逐渐回升 北部基隆北海岸地区中有局部雾或是低云 会影响能见度 要注意 然后沿海特别是东部 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也要注意 我们看温度 北北基今天14到18度 降与距离20到80 陶珠苗12到18度 降与距离0到20 中张头云嘉南都是13到22度 高平是16到25度 降与距离0都是0 宜蘭17到18度 降与距离70% 花莲17到21度 台东17到23度 降与距离20% 外道8到16度 降与距离0 所以高平会到25度 很舒服了 那北北基陶珠苗也都有18度了 甚至还有讲19度 稍微比昨天稍微高一点 明后天温度就会高 下礼拜看起来温度都高 我看下礼拜都是20度以上 高温了 那太阳出来了 之前是下雨下雨下雨 说从今年以来 基隆只有一天不下雨了 其他都下雨 基隆原来就是天天下雨 天天下雨天天下雨 后来呢 说慢慢好了 说为什么会好呢 说因为人比较多了 后来还有有人讲是那个 鞋合电厂那几根烟囱 改变了气象 所以后来就没有那么下雨 那现在又 最近又一直下 台北也不过就是四五天没下 其他也都在下雨 好不好哪里去 好 那么气象局说呢 今天水汽又再减少 只有迎风面的北部 东半部云量多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宜兰地区将雨距离比较高 新竹以南 都可以看到阳光 晴到多云 那 彭启明是说呢 高压即将东移 今天台湾附近转为偏东风 多数地方转勤回温 二二八廉价 到下个星期是显著回暖的好天气 建议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洗衣服晒衣服 或是人到外面晒太阳 晒太阳蛮重要的 之前都没有晒什么太阳 连狗 我的狗都没有去溜 怎么带出去呢 连了全身湿 狗都觉得很无聊 在家都觉得很烦 狗也很烦 狗也想出去溜溜 所以人也要到外面晒晒太阳 不晒太阳 骨子都疏松了 特别中午的时候 把手肘露出来晒晒太阳 蛮有用的 不需要晒很久了 那另外就是 有些衣服其实可以洗 可以晾一下 那另外呢 吴德荣是预测 下礼拜三 有另外一小股东北风 但冷空气很弱 所以就还好 气温烧降而已 还好 下周四 东北风就减弱了 天气又会比较好 所以慢慢 三月了嘛 三月开始 台湾其实最好的季节就是 三四月 跟可能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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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半 差不多这样 最好的时候 其他不要不然就冷得太冷 不然就热得太热 好 那么 俄罗斯 以为何致命 入侵乌克兰 学者说呢 这个学者怎么讲 我们看看 有学者说呢 这个学者叫什么名字 胡逢因是原制大学的 他说主要是想迫使基辅军方外国势力 离开顿巴斯地区 那 学者是说俄国呢 是固守地缘关系 同时也认为乌克兰基辅已经破坏明斯克协议 俄国进入顿巴斯并不是自认救世主 而是进行顿巴斯地区军事违和的特别行动 普丁展开行动就是要向西方表达俄罗斯的严重关切 合法的维和特别行动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对俄国的行 美国对俄国认为是入侵 所以呢 这个美国也表示 说会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现在说要跟G7联合起来制裁嘛 那反正经济跟外交持续角力 目前的战事地区在顿巴斯 是不是会扩及其他乌克兰的领土 不是已经去了吗 那只是会打到什么地步 是全面出兵 还是只是局部 那也有人说是俄罗斯采取所谓 手术刀式的这个禁忌 就一段一段切 那乌克兰征兵总动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下达总动员令 征召所有义无义跟后备军人 通常你会觉得大概就是征召到40岁 45岁 再征召到60岁 这没有什么稀奇 这个打到最后 那就是一兵一卒了 日本那个时候打到最后也是那种少年兵都征召入伍了 那马克宏又跟普丁通电话了 是军事行动以后呢 普丁第一次跟西方领袖接触 马克宏怎么讲呢 你不是跟我讲不打吗 你怎么就出兵了呢 你这算打还是不打呢 你怎么违反承诺呢 会不会这样讲我不知道了 乌克兰国防部长说呢 乌东顿巴斯地区呢 持续受到俄罗斯猛烈炮火攻击 总统哲伦实际公布 俄军进攻的第一天 有军民共137人上升 他已经签署了总动员令 要求乌克兰境内所有地区 包括义务役和后备人员 全部接受征召 为期90天 乌克兰所有18到60岁的男性 将被禁止出境 不能跑 之前不能说 乌克兰的100大有钱人 96个都跑了 96个最有钱的都跑了 剩下四个 剩下四个为什么不能不跑呢 他们不是爱国 不是死守乌克兰 是说呢 他们犯法了 护照被没收了 所以不能出国 包括前总统 奇怪 总统会变成最有钱的人之一 不过他说他的家人 就用一卡车一卡车 把那个钱都运走了 他自己不能走 所以打起仗来 这个有办法逃就跑了 泽伦斯基说 他相信俄国 俄罗斯破坏组织 已经进入了基辅 根据情报 俄军将他视为第一目标 他的家人是第二目标 俄罗斯想透过摧毁国家元首 在政治上摧毁乌克兰 另外呢 首都基辅市长已经下令 基辅晚上10点到早上7点 实施宵禁 联合国的难民公署专员说呢 乌克兰近年有10万人已经逃离了 还有好几千人已经逃亡其他国家 境内有10万人逃离 克里姆宁公说 总统普丁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进行了一次坦率的对话 普丁解释了 俄罗斯采取特殊军事行动 背后的理由跟情况 法国总统 法国总统府表示 马克宏致电普丁 要去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动 马克宏也对普丁表示 俄罗斯将面临大规模的制裁风险 所以看起来 普丁还愿意跟马克宏通电话 乌克兰总统那时要打电话给普丁 普丁都不接电话 乌克兰总统说我们要谈吧来谈怕 来谈怕 普丁昨天的新闻是普丁不接电话 也不跟你谈 但今天看来新的发展 普丁说可以 大家可以谈 只要你愿意接受俄罗斯的条件 怎么样让俄罗斯有保障 乌克兰怎么样不要变成西方的 进攻的基地 可以谈 那至于怎么谈 在什么样状况谈 那就另外一回事情 但注意 就是台湾要注意的时候 一旦打起来会怎么打了 因为台湾跟乌克兰情况不同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同 不同在哪里呢 不同是台湾很重要 我们台湾自己的任务 我们比乌克兰重要 在这个地缘政治 以及科技各方面 但你不要忘了 乌克兰科技不弱 它可能就没有像我们有半导体 但其他并不弱 比如说中共就跟他买那个航空母舰 中共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是跟乌克兰买的 改造以后呢 在第二艘 根据这个辽宁舰 就改第二艘 第三艘 所以原始 这个prototype 原始舰是跟乌克兰买的 中共的战机 很多战机的引擎啊 什么也是都跟乌克兰买的 所以看起来乌克兰军事很强 比我们强啊 军工产业比我们强啊 那乌克兰看起来动员也不错啊 18到60 现在立刻不准出国了 他能够留在国内 拼到最后一兵一组 乌克兰又是欧洲的股仓啊 它很多农产品 那外销比例赚得很高的 又是惰性气体什么之类的 不是大家也看到吗 所以也出场很多 所以它并不弱 这个强弱 是相对的 你乌克兰如果把俄罗斯拿掉 以乌克兰本身来看 它军力也并不是很弱 但是问题是俄罗斯比它更强啊 这东西就是相对嘛 你有钱 人家比你更有钱嘛 就就是这样嘛 你说你很有钱 你有意义 有没有钱 有啊 那你跟那些 真有钱的比 你就算什么呢 但你跟没钱比 你这样很多了 就这样比法嘛 所以台湾跟乌克兰 比起来 台湾 好吧 我们认为我们比较重要 我们就是比较重要嘛 对吧 我们在所谓的 什么第一导链啦 我们有半导体啦 我们有五千亿的美金的外汇存底啦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谁能现场 好 中国大陆跟台湾 跟俄罗斯跟乌克兰 到底能不能对比 不能 也不能 完全不能 这样讲好了 你说完全一样 当然不一样 怎么会有两个 两个国家是一样的 两种情况一样 当然不一样 不过呢 同样的就是 乌克兰其实并不小 也不弱 但是比在俄罗斯旁边 它就变成小弱了 台湾也不小也不弱嘛 台湾如果作为一个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 在全世界 并不小啊 两千三百万人 外汇存底五千亿美金 对不对 整个看起来也不小 我们那些小朋友 比我们小多了 但是呢 中国大陆那么大 问题就在这里啊 它底里怎么近啊 乌克兰是那么近 就在俄罗斯旁边 它如果远一点 它稍微远一点 都还好啊 它就在旁边了 不一样是 是当然不一样 最不一样是我们一个台湾海峡了 乌克兰跟欧罗斯旁边没有 我们一个台湾海峡 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屏障 老公要打 要渡海不容易 否则38年就拿掉了 39年就拿下来了 还等到今天吗 对不对 假如说你是跟大陆连成一气的 当时通通不是 整个大陆都拿掉了吗 其实那也很快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 这种战争会慢慢打 不一定啊 很快的 我们八年抗战 跟日本搞了八年了 民国26年到34年 打这个八年抗战 34年到38年 大陆就没了 四年就没有了 那么大一个地方 四年就打掉了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台湾打 你说要死守 打到最后打狱战 你认为会撑多久吗 你自己说 你自己想 而且打到后来 你如果四习越打越高 如果四习越打越低 那是对 那是兵败如山倒 中国大陆到后来就这样 到最后根本也没打 打什么打 对不对 就跑了嘛 还打什么 不一样 我刚刚讲 最不一样 就我们一个台湾海峡 那美国 就是有人说 乌克兰不重要了 台湾比较重要 乌克兰对美国 也不是不重要 怎么会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不重要他们干嘛 一直去怂恿乌克兰 我觉得乌克兰 乌克兰 虽就虽在 它离俄罗斯太近了 我讲它远一点就没关系 所以那些国家 什么捷克啦 波兰啦 波罗的海三小国 都加入了 北约了 对不对 那但是乌克兰 为什么 这个想加入 加入不了 就因为 它离俄罗斯太近 你加了以后 就变成说 北约的势力 就已经到了 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不能忍 所以你看从哪边讲 你从俄罗斯讲 他觉得已经 七门踏户到我旁边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对不对 我睡觉突然 旁边多一个人 就是乌克兰 我非要警告你 那我就告诉你们 那我以前弱 没办法 我现在这几年 修养生息 我慢慢强起来了 我就外汇存底 就有六千亿美金 你不要小看那个钱 就是 至少表示我的经济 慢慢慢慢 也可以了 那这是我不要忍了 那普丁可能有 他的历史责任 反正他有 他是国内政治的考量 那他就 步兵 步重兵 然后就开始 发出警告 那西方就是会打 普丁就说 我不会打 但你要答应我这个条件 条件是 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而且你们书面写下来 嘴巴讲的不算 因为你到时候 川普又否认 写下来 川普都会否认 虽然川普跟普丁 关系不错 我是想说 钱直接约了 那美国跟北约 一定不能同意 我相信普丁 也不会那么笨到 认为他们会同意 这我怎么同意 我同意我也不要混 还写下来给你 怎么可能 一定不会同意 那对普丁这边讲说 我已经提出要求了 你们不接受 那我就打 整个看其实就这样 那对西方来讲 本来这东西 外交军事 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你自己垮来 不是我给你搞垮的 你自己苏联垮了 你苏联垮了以后 那你这些原来的附庸国 一个个都要加入我们北约 加入欧盟 他就加 为什么不能给他加呢 他可以加 当然可以加 那我为什么到底不给他加呢 对不对 甚至中间有没有去怂恿他 来啊来啊来啊 不知道 我想也有了 那这个势力就一直扩 一直扩一直扩 一直扩 然后冷战结束30年 现在看一个新冷战又产生了 又发生了 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人他不会满足的 你西方也不会满足 说苏联已经垮了 就好了吗 不不 他一定要往苏联里面进逼 一定是这样子 那逼到苏联觉得 我受不了了 他就反弹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看从哪边 从普丁角度 他振振有词 他对内解释 他可以讲的这个 慷慨激昂 他们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们非要干不可 那对西方 对美国 对西欧 他也可以慷慨 振振有词 慷慨激昂 这俄罗斯真可恶 对不对 你管人家乌克兰 要不要加入北约 你现在出兵打人家 你不是侵略 不是侵略是什么东西 什么维和 为什么和 他也可以讲的 义正直言 所以各方都有 各方的这个讲法 那台湾要看的就是说 俄罗斯怎么打乌克兰 这是一种 新的打法 还是旧的打法 核子大国 怎么打传统战争 乌克兰怎么因应的 然后最后会怎么样 然后美国 欧洲 这些大国 最后的角色是怎么样 怎么来处理 这些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都值得观察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浩康 是你的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上涨86点号 拜登批普丁是侵略者 宣布对俄罗斯第二波制裁 重申不派决残战 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物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指控 俄罗斯总统普丁是侵略者 并且宣布第二波制裁 冻结俄罗斯多家银行在美国的资产跟出口管制 但普丁不在这一波名单里面 普丁没有放进来的 当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之际的美国总统拜登 在白宫发表了全国演说 拜登批评普丁是侵略者 选择这场战争 普丁跟他的国家 现在要求要承担后果 要承担后果 拜登宣布新一波制裁 包括封锁俄罗斯外贸银行在内 多家金融机构以及出口管制 至今制裁的俄罗斯银行 一共有大约一兆美元的资产 封锁职业银行 意味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将冻结 美国也宣布封锁多位俄罗斯重要人士 跟他们的家属 拜登宣称以最大限度 升高对俄罗斯的长期影响 并且对美国跟盟国的影响降到最低 拜登说七大工业国集团G7领袖会议中 同意限制俄罗斯以美元欧元英镑日元 进行交易的能力 让俄军取得资讯跟扩长的能力宗旨 拜登宣布 授权向德国部署更多美军 但他还是强调美军没有 也不会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发生冲突 但派到欧洲的美军是为了保卫北约盟国 协助东部欧洲盟国防务 不是去乌克兰作战 唉 一再强调不派兵 当然他也必须要强调 否则人家问他那你为什么还不派呢 所以他这个也不能回避了 你说我不讲 你平常可以不讲 没有军事冲突可以不讲 一旦有了你还不讲 不就很奇怪了吗 对不对 美军是很不想派到海外作战 是很不想的 二次世界大战他也迟迟不肯参战 邱吉尔英国人来求他 跟他讲了半天他也不参战了 他不想介入 后来是因为日本去偷袭珍珠港 日本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本土被打到了 他才参战 否则他也不要参战了 他不是现在 他基本上就这样子 而且他打了几次海外战争 经验都不好嘛 对不对 韩战也没打赢啊 越战 亏头土脸啊 阿富汗也是偿皇测卷 你告诉我们他这个海外战争拿几个打赢的嘛 所以我讲他只有那种快速斩首人家是可以的 那科技高嘛 高科技 卫星啊什么很厉害 无人机啊什么去斩首 这个可以 长久他 他不可能 他打不了的 这个战争 因为人家可以受苦受难给你凹 他不行嘛 他的民主制度 他国内媒体会骂嘛 所以呢 他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也知道 在打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 俄罗去打克里米亚的时候呢 拜登的是欧巴马的副总统 拜登自己到了乌克兰去过六次 所以他对那边其实是了解的 很少人美国大官去过乌克兰那么多次 他也劝欧巴马要多给乌克兰武器 欧巴马没理他 所以他现在为什么一直给欧巴马 给乌克兰武器 他之前也认为说乌克兰应该多拿武器 但只有武器啊 他现在不能派兵嘛 美国人不想在海外打仗 所以呢 他现在只好用 用贸易啊 这个经济啊等等 但是还一再强调 我们派部队去欧洲呢 就为了保卫北约的盟国 乌克兰你不是北约 所以我不保卫你 我现在是怕你 俄罗斯把乌克兰拿掉 而且打波兰 就是打波罗迪海三小国 打其他的北约国家 所以我派兵是防止你 从乌克兰扩 乌克兰我就不派兵了 乌克兰 你自己说 乌克兰被他们怂恿了半天 一定是西方国在后面烧火嘛 烧得乌克兰人心痒痒 对不对 我讲说乌克兰的政治 跟台湾内部一定是一样的 民进党打抗中保台 美国会帮我们 有选票嘛 乌克兰讲抗俄 保乌 靠近西方 一定也有选票嘛 所以这个哲伦司才能当选嘛 你想这个道理嘛 在乌克兰国内的政治 一定是反苏啊 大军压境在旁边啊 对不对 我怎么会喜欢俄罗斯呢 对大部分的乌克兰 东部是例外啦 一般来讲 他要往西方靠 如果乌克兰人是那么 赞成苏联的话 赞成俄罗斯的话 赞成俄罗斯就不会当选嘛 他之前的总统就是 亲恶的就被干下来了嘛 所以政治正确 那当然是要反苏嘛 但是放到政治现实 问题就来了嘛 就是乌克兰的状况 台湾要认真去想一想 就在这里嘛 你乌克兰处在两大之间 两大之间难为小 本来就应该左右都不得罪嘛 而且最好左右都逢远嘛 不是最好吗 那你不是啊 你就为了要向西方靠 而且还把你的 加入北约 放在你的宪法里面 那这神圣不可侵犯了 宪法国家是根本大法 对不对 普丁会怎么想 没能力的时候算了 有能力的时候干你一家伙 其实也就是这样 而且你现在都说 整个世界的危机 世界的最重要是台海啊 都往这边看了 他那边就给你来一下 你打得你措手不及啊 你仔细想想吧 整个局势看起来 好像很复杂也没多复杂 就是摆起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台湾也是一样啊 你本来应该在大陆跟中美在那边争 那边是俄美在争 这边是中美在争 中美在争你就好好平平稳稳的 对不对 两面都不得罪 两面都 当然你说两面都要拉你嘛 你最好造成两面都拉你 都不得罪 最好是这样 那你现在也不是啊 你就意味一下美国靠啊 那他离你那么近啊 对他来讲 他最像乌克兰地 俄罗斯那么近啊 美国那么远啊 对我们自己坐飞机到美国多久 十几个钟头哎 那个船更久了 这这个地理的现实嘛 你喜欢不喜欢 他就是现实就这样子嘛 那你就不要承认这个现实 老百姓当然就是意味着 自己给自己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现实不管了 发生再说 可能现在也没发生啊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国是掌37点 好 俄罗斯现在步步禁逼 乌克兰总统 哲伦斯基心碎了 说我们孤军奋战 他现在是要孤军奋战 那些原来在后面吆喝的 话修也都跑了 俄罗斯总统普丁 昨天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 派遣部队进入当地 无视西方制裁 今天已经经过一天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深夜 透过影片发表谈话 他心碎的表现 说现在已经有 137个乌克兰人阵亡 316个人受伤 现在自己的国家 正在孤军奋战 情绪一度相当低落 泽伦斯基深夜发布影片 向乌克兰人表示 我们被迫孤军奋战 保育国家更反问 谁准备跟我们并肩作战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 随后也警告 目前俄罗斯的破坏组织 已经持续进攻 首都基辅 要求所有民众保持警戒 并遵守宵禁规定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持续抨击 俄罗斯总统普丁 痛批他是侵略者 认为这些举动 终极目标就是要 重建苏联 随后他也祭出第二波制裁 另外法国总统 也跟普丁通了电话 刚刚都讲过了 那这是一个新的新闻稿 就是说 哲伦斯基心碎 我们孤军奋战 我觉得这点 就见证了西方的 光是嘴巴讲了 我们看到前天 德国 对不对 布兰登堡 前面打出 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 有没有 所以我们支持乌克兰 法国也 凯旋门也打出 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你不觉得 很荒谬吗 人家在打飞弹 你这边是在打灯光 你还搞灯光秀 你讲不是这样子吗 很反讽 打灯光秀 我支持你 搞不好 101晚上也搞出一个 乌克兰国旗颜色 那怎么用 那只是一个秀 人家是真刀真相 在那边发飞弹 射炮 真的是这样 这边打影像 打灯光 那边打飞弹 人家是真正在占地 真的是死人的 不是没死啊 你们这边光 嘴巴讲 嘴巴讲 当然从另外一角度看 这些国家想说 我为什么为你 牺牲我的人呢 你自己想 美国也会想 我干嘛为你 牺牲我的人 我的子弟 每一个生命 都很可贵啊 我去那边打什么东西呢 所以 他各有各的 每一个国 每一个国家 都以他自己的国家 利益为主 都以他自己的人民为主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讲说 同样的很多人说 台湾不是乌克兰 我讲台湾 当然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至少 没有个台湾海峡 有个台湾海峡 登陆就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 否则老早就过来了 但是呢 你现在要他打 你要付出代价 可是最好不要打嘛 不是这样吗 他打你 他付出代价 你的代价可能更大 因为战场会在你这里嘛 他很大嘛 比台湾跟中国 他那么大嘛 你怎么打他嘛 你当然可以说 我就打你 打你上海 那就是这样了嘛 他其实还那么大 你打他哪里呢 对 你就这么小啊 这是一个先天的限制嘛 那你跟他搞什么鬼嘛 你跟他凹什么嘛 当然如果说不得已 非干到底 那也只有干到底啦 那怎么办呢 你没有选择嘛 但是不到那一天 连中国那么大 日本打中国 蒋介石都说 和平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禁言牺牲 以中国那么大 对 后来他以空间换时间 他都不要 无谓的牺牲嘛 都一定是到最后 那你台湾这么小 那你要干嘛 你天天想美国 美国就是不可靠嘛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美国 给你一些武器 他是会的 就像他给乌克兰 也不少武器 那现在发出多少作用呢 是打了几架俄罗斯飞机 又怎样呢 对不对 他的空军机 肯定被俄罗斯毁啦 那否则他的空军在哪里呢 他可能地面 飞弹部队有啦 美国最近也给他一些 争制飞弹啊 什么这个飞弹那份有 美国这个会做到的 那他这个也就是这样 那他怎样呢 连823炮战 那时候我们有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哦 跟美国有邦交 那样打炮 老共这样发 老共也没派美军来啊 他也没有啊 他最后就 声援你几个大炮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啊 但是他不会派人嘛 他不要派人嘛 他不要牺牲他的子弟 就像我们要不要 到时候人家别国打仗 我们去把我们的子弟送上去 说我们去打吧 我们死没关系 可能吗 我们这边父母不讲话吗 我们的媒体不讲话吗 你将心比心嘛 所以要靠自己 再强调最重要是靠自己 靠自己自己去打 打巷战 打什么哨把战 那是最后了 最好不打嘛 对不对 那你是说 反正迟早他只要打 那迟早也比早打好嘛 不是这样子吗 我能拖 我已经拖了七十年了 再拖个七十年 再拖个一百年 不是不可能啊 那所以就整个世界局势也变了 等等之类的 你现在打 如果现在打对我们不利 未来不一定 不知道了 至少现在不要打 其实也只有这样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看 泽伦斯基就是我们孤军奋战 到时候会变成 你真的是在孤军奋战 要想这个 俄罗斯当然打人 自己也没什么好了 我不知道今天怎样 俄罗斯昨天股市也大跌 俄罗斯自己股市 虽然跌了四十趴 跌很多 他们跌一半 你打人家 你也跌 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他会受到经济制裁 股市来讲是敏感的 所以打人 这也是 老共要打你的话 他要想想 对他自己也是有 很大的风险 的确 所以我们也要把他的风险弄到最大 让他也顾虑着 劳斯东的打半天 算算算算算 要他有这种想法 俄罗斯也有389个人去示威 他们自己人示威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谁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跌7点 怎么还跌了呢 好 俄军现在夺下 车诺比尔核电厂 核废掉的储存设施被炮击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表示 俄军已经拿下基辅北方的 车诺比尔核电厂 这是欧洲今日面临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这是二战以来 俄罗斯对欧陆国家发动的 最大型攻击行动 俄罗斯的部队拿下了 基辅北方的车诺比尔核电厂 俄罗斯以炮击 集中了核废料储存设施 已经有辐射值上升的通报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说车诺比尔还是安全的 他警告 这是今日欧洲面临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在1986年4月 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爆炸 辐射层飘散到欧洲各地 几年前 石棺覆盖的爆炸反应炉 希望避免辐射外泄 如今俄罗斯目的在警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不要用无力干预 俄罗斯方面宣称 俄军攻击乌克兰第一天目标已经达成 一共摧毁了83处乌克兰路上的标的 那我也不懂 那去打这个车诺比尔核废料储存 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这是一个 的确是大家关切的话题 因为车诺比尔就在乌克兰 当时就有人讲说 俄军如果从那边进来最快 大概是一条捷径 那这个核电厂 他们原来已经用 等于是用石棺了 就是水泥啊什么 把它封起来的 让它核 辐射不会外泄 那作战 炮击 炮击不是核电厂本身 是那个核废料的 组存的地方 那另外呢 疫情呢 说现在采取叫做经济防疫新模式 因为陈时中说呢 原先设定一到三级的防疫警戒等级呢 是从SARS经验来的 已经不符合经济防疫的需要 现在应该进入经济防疫新模式 才滚动式检讨取代警戒分级 他现在要改了 反正嘴在他身上 他爱讲什么随便他 他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 那反正就是现在发觉呢 经济也受不了了 他自己又要想去选举了 不能老是绑在这里啊 所以就现在是滚动检讨 所以滚动检讨 就是情况好的时候 我们就放松 情况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加盐 那其实有什么差别 也没什么那么大差别 只是说以前可能一旦 叫二级你搞很久嘛 对不对 他现在就是随时都可能会改变 意思是这样 那昨天其实入境得病了不少 奇怪怎么那么多 在入境检查 入境检查73个昨天一天 而且大部分都是落地的时候 抓起来了 落地就抓到 落地就抓到 所以他们以前不肯落地检查 我也不解释什么道理 我们讲了多久了 请者要请往 在机场这个关口 抓到了就国内就安全了嘛 他就是不肯 然后最近才开始 玩了一两年了 那今天抓这么多 如果不是在机场检查 这些人都入境了 都进到防疫旅馆等等等等之类 在那边就可能会 扩大感染圈嘛 就很奇怪 本来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要说服他们要搞很久 那将来他们现在是要开放商务课啦 商务课就是10天 现在14天 现在变10天 然后还是有7天自主管理 所以不过就从21天变成17天 时间其实还蛮久的 所以是不是因此救人来 除非不得不啦 否则的话 人还是会减少很多 我觉得 什么要叫做商务人士 对外国人讲商务考察 投资履约应聘 要拿个证明啊 那中港澳也可以 也是商务履约 跨国基业内部调动 中港澳你要来 那台商到底算哪里呢 台商算台湾还是算中方 大陆人到台湾来可以 你拿个商务 所以你先来考察 看哪个工厂 那台商他回来的这算什么 他算是 那算是我们自己人啊 那他可不可以从事商务呢 没讲清楚 反正遇到这种台商啊 大陆啊 他们都讲得很隐晦了 就会变成这样 好吧 那另外我们看这个林芝妙 林芝妙 林芝妙实在是 这个宜兰地检署 他那咬着不放 检察官 尤其是整个署 地检署盯住你的话 是很麻烦的 尤其他们这种政治人物 在这个政治打滚这么久 你说无懈可击 非常困难 除非是圣人 那但是这件事情就是 还是怪 就是说 看起来 你说他贪污一个县长 一百万 这一个县长来讲 会一百万去贪污 我是想不懂了 就是我讲的意思 如果一个县长真的要贪 那他机会多了 机会多了 所以什么以前我讲过 以前人家讲 那个时候还有国大代表 是说两个国大代表 不如一个立法委员 两个立法委员 不如一个县市长 就这个道理 所以县市长 他那个权力大了 而且我告诉你 台北市反而没什么权力 因为都发展完了 就这么大个地方 其他地方 那浮沿辽阔的 那个要搞鬼 土地在变更 怎么那花样才多呢 那现在说他一百万 而且不是他哪 说我收到你去拿人家一百万 是人家买卖土地农地 说这个农地应该农用 结果没有农用 没有农用 你就要交土地增值税 增值税一百万 他们说定义把它定成是农地 不是非农地 所以就免了这一百万增值税 所以呢 他就要土地 就是犯贪污 贪污罪 就要把它关起来 你听起来好像 我觉得宜兰县政府 自己应该把这个事解释 我这样一讲你就懂了嘛 这有那么严重 需要把县长压起来吗 当然你可以说 人家一个公务员贪污 就是一个便当 也有被判刑的 有没有 有 所以我们这个很觉得 杀人反而没什么事情 杀人不用判死 很多杀人就很轻的 没有判多重 那是把他杀成什么重伤 那更是小 没死 那更是小 贪污当然是很可恶了 但是你有些那种小小的 很无聊的 你也给他入人于罪 像这个就是 我看起来 没那么严重啊 这个县长 就要把他关起来 那你说这个没有 没有 一定要把你关起来 这味道 我也不太 看不 很难解 好吧 我们先到了 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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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